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之前我们有开箱过TS-H973AX这台CP值超高的机种 并且介绍了QTS Hero 今天这台则是QNAP最新推出的又一台Oflash NAS TBS-H574TX Oflash NAS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它或许不会取代所有的机械硬碟 但我认为普及只是价格还有时间的问题 前几季SSD的价格来到周期的低点 虽然现在有慢慢回升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长期来看SSD的价格还是会下来的 我第一次知道这台NAS 是在去年的Computex QNAP的摊位 看到这台外观小巧 但是规格非常亮眼的机种 采用了5倍E1-S的设计 网路有10G加2.5G 前后又各有一个Thunderbox 以及强悍的处理器i5 再配上16GB的RAM 另外很特别的就是 它采用的是E1-S的规格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M.2 这对于想要用企业级SSD的中小型工作室来讲 是很大的帮助 可以在有限的5倍当中 装入更高储存密度的载体 对于想要使用高速 经济实惠M.2的消费者来说 可以无痛衔接 这台NAS官方标是2.24公斤 我现在实测重量是2238公克 那再加上5条SSD 重量来到2294公克 首先这个重量是真的不轻啊 虽然它叫NASBOOK 但是我不太会想要带它出门 但是如果你结合后面 再提到它的效能还有应用场景 我觉得它很适合给DIT来使用 特别是像有DIT车 那么在室内工作场景一来一去 这样的重量尺寸都很适合 你可以想象5到10公斤的AMEC 你不太会想要把它带到外面工作 但是如果是放在桌上 在DIT车上面一来一去 那其实是很OK的 这次机器拆解的过程也蛮顺利的 但是抱歉我没有逐一去量它每一个零件的重量 但是光用手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个重量主要来自于驴脊型的外壳 还有中间的主板的层架 还有散热片 外壳就是一个大大的驴脊型 四周圆润的造型也很不错 但是表面处理我会希望再更细一点 用抗瓜减石来换取精致度加5石 不然现在它的顶部整面就是一个金属砂质 整体的坚固程度是超乎我的预期 它看起来很有科技感 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娇滴滴的玩具 电源设计是外置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内置型 但蛮惊艳的是 它这次提供的这颗120W的电源非常小巧 是FSP的 标示输出是19V 6.32A 重量也非常轻 包括不可拆的线 整个重量也只有216公克 整体机构设计是相当的巧妙 装配的公插和手感也都很棒 拆装的过程可以说真的就是一种享受 不过要拆到里面就会需要破坏保固贴纸 大家就不要轻易尝试啰 这边整理了其使用到的主要IC方案 CPU是Intel Core i5-1340PE 其实规格跟大家在笔电上面看到的那一颗 i5-1340PE是很像的 是属于28W的P后缀 采用Intel 7的制程 4P8E 16T 记忆体使用的是Forsys的LPDDR4X 三颗4GB 四颗总共16GBonboard 没有升级空间 也不能更换 这点是比较可惜 但是i5预设其实也给的蛮够的16GB了 i3 12GB这个版本只有一个限制 就是在QTS0当中 Inline Deduplication这个功能是不能启用的 因为这个功能它至少需要16GB才可以启用 甚至官方都建议要用到32GB了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时间以后才可以知道 16GB这个实际上用起来的功能感受是如何的 那如果撇掉这一点来讲 以及你可能要开一大堆Darker来说 我觉得记忆体16GB是给的超级够的 我测试传输时即便是做一些极端的测试 大概才用到2G而已 在CPU上面可以看到 PCH是跟CPU一起封装的 它们之间的频宽是OPIO-108 Gen2 频宽大约是4GB每秒左右 Intel已经把两个group的Thunderbolt controller 整合进CPU里面了 因此厂商只要加上retimer就可以了 这两组都是独立的频宽 跟以前那种单一频宽要share 出两个Thunderbolt是不一样的 这两组Thunderbolt 4 Networking 相当于又多了两组天地的网络 对于Mac或是Thunderbolt工作流来说真的是绝配 网路部分2.5G使用的是Intel的i225V 10G则是使用Marvio的AQC113CS 影像输出配合CPU自带的X1内线 理论上就可以做到4K60的输出 不过这边采用的是Smedia ASM1442K 它最高只有支援到4K30Hz 我是觉得很可惜啦 60Hz跟30Hz的流畅度 在实际体验真的会差非常多 这真的是遗珠之汉 根据QNAP官网可以看到的 每个倍它都是PCIe Gen3 by 2 因为没有看到其他的Switch 所以我合理推断它就是从PCIe里面 出来的10条PCIe 然后就分成5组 并不是走CPU直连出来的PCIe Gen4 而CPU直连出来的PCIe Gen4 虽然有RLAN 但它其实是两个partition 所以就设计给了2.5G还有4G网络 当然理想一点搞刚一点 也是可以反过来设计 把速度比较慢的2.5G还有10G网络移到PCIe底下 那么CPU原生的8组8条PCIe Gen4 全部都拿来跑SSD 是可以切出更多SSD来安装的 甚至单条PCIe Gen4的速度 都已经跟PCIe Gen3-2相同了 但这样就还要再加上 像Broadcom PX8800 Series这样的Switch 那这种IC一颗都很贵 再加上额外的散热成本还有利润 整台机器的价格很可能就超过7万了 而且还要考量到一点 除非PCIe底下还有打算再装入更多的 10G,25G或40G之类的 不然CPU跟PCIe之间的bandwidth 就只有4GB per second而已 那么变快的SSD频宽 除了对NAS内互传档案速度会变快 剩下其实帮助不大 看完了这台NAS的介绍 我们来看测试范例 这次使用Blackmagic 档案大小5GB AZIA则分为4GB和64GB 另外以网络磁叠机传输 都是测试写入NAS中的动作 一个是50GB左右的Final Cut Pro X专案档 另外一个是20多GB的素材 整包都是4K的影片 有些还有测试 透过网页连线的方式来测速 但后来发现速度差异不大 就没有把每一个情境都测 10G和2.5G除非是Windows的主机 它本身自带了10G的网卡 其他测试都是以Mac 透过QNAP的QNAT30G1T 这颗来转接到10G的 这个转接就没用很久了 转成10G后 进入TP-Link TL-XS105这台Switch 再连接到TBS-H574TX SSD部分感谢Samsung代理上 新锐奇提供了5条980 Pro SSD 循序读写可以到7000Mbps和5000Mbps 看过这条SSD过往的评测 锤唧4K的表现也很好 虽然这次SSD它每一条的频宽 就被限制到了PCIe Gen3 by 2 但是作为测试 这样就可以确保SSD 不会成为任何测速的瓶颈 那么如果大家长期要使用M.2 我也蛮推荐像这样的单面颗粒 在散热上是比较好处理的 首先测试5条作为一个RAD0的Volume 以10G的方式来连接 速度都有稳定发挥到 10G该有的1000Mbps的水准 CPU的占用率大概是10%以内而已 根本是小菜一碟 那么接着看到以Thunderbolt的方式连接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 这次软体的成绩都有大幅的提升 甚至达到了70% 可实际可以达到1600Mbps到1800Mbps 网织几乎是10G的两倍了 而且又以写入尤为明显 甚至超越了读取速度 实际传输档案也有拉出差距 分别进步20%和35% 之前我有实测过 在同一个Thunderbolt的频宽下 Thunderbolt External SSD 不会因为外接一个4K60的萤幕 而被明显降低速度 但是在Thunderbolt Networking的模式底下 我还真的没有测试过 这台iMac上的Thunderbolt 就是以前那种 Share频宽的Thunderbolt 所以一条直接接到NAS上面 另一条就直接接到 Keldige的TS3 Plus 透过DP到4K60Hz的萤幕 看起来测速软体 都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而实际传输Final Cut Pro X 虽然是变快 但这应该是上面Red的0 它本来跑得不够快 造成的落差 而素材档案传输 也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对实际感受 我认为应该不大 这边有两组测试 分别是把档案 从NAS拉到外接SSD 以及反过来操作 那我拿双模的Thunderbolt 还有USB的SSD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第一颗Sandisk的 还真的不行 反复排除掉 什么档案格式之类的 各种可能性之后 在其他电脑它都读得到 但在这台NAS 它就是不行 那我就拿了Envoice Pro FX 这颗也是双模的 嘿 就可以了 而且速度表现也不错 但是它里面的资料挺满的 我必须拿一个空的SSD把它换掉 后来我是拿Teku的Rapid的SSD 它是单纯的JHL6340的 Soundboard SSD 就不是双模的 那测得的数据如上 总理来说 Sandisk那颗可能是不相容 那在正常的情况下 速度大概在1000MB出头 比USB3D而GEN2的10G 还要再快一些 因为我之后 主要会以两公尺的 Soundboard cable 连接到主机来使用 我想确认一下 对比一下 跟普通一米以内的 Soundboard 4 cable比起来 会有什么差 那我使用的是Noda的 2公尺的Soundboard 4 cable 连接到iMac 实测起来 跑分软体的成绩是没有什么大减损的 但这部分项目都是互有来回 Final Cut的速度是降低满多的 大概剩下一半 约500MB左右 我反复测过几个不同的Final Cut的档案 其他几个专案档 平均跑起来速度也大概有个1000MB左右 但我认为这个误差其实本身 如果你有经验的话 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跟Final Cut Pro X的专案档 本身关系会比较大 可能是因为有太多吸水小档案 应该不是机器的问题 而素材档案的传输时间描述 则是完全相同的 官方有测试单一的Soundboard 和两个Soundboard的表现 设备也写得蛮清楚的 不过他没有提到 它是用什么方式测的 那看起来 按照官方说法 两个Soundboard 是可以跑到3000MB的 我觉得这相当于 三个Tangular也超过25G网路 实测5是以AJR来测速 两台电脑同时 对同一个Value发起进攻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同步 这点一起大家理解 两个Soundboard的频宽 虽然互不干扰 但跑得比较快的那一台 它跑完写入之后 就会先开始跑读取了 那么第一台电脑跑完之后 NAS也就只要服务一台设备 就第二台而已 所以没有那么严谨 但我觉得整体的数据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为在实测的这个过程中 从另外一台电脑去监测 其他软体上面观察发现 并没有因为第一台电脑跑完 速度就变比较快 那在以往单纯测 Soundboard External SSD的速度上来讲 Intel的Chip是绝对比 Apple Silicon还要快的 但是在Soundboard Networking 这次的测试情况下 看起来Apple Silicon会好一点 那这还有待进一步 更严谨的测试 而回到实际应用面 基本上都有在Tangular以上的效能了 那真的是可以把一个Soundboard 看成是一个Tangular来用 而且看起来同时使用的时候 它效能发挥也略比Tangular还要好 而在这么大的压抑下 Ren的占用也还在2GB以内 CPU的占用率则大概在50%左右 用类似的测试方式 我尝试把NAS上面的 四个高速传输都吃满 找来了四台电脑 缤纷四度进攻 这个测试方式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去掉MacBook Air M2 因为它跑最快 它第一个就开始跑到读取了 以及iMac它走2.5G最慢 后面根本就是它一个人在读响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CPU的peak它最高 也就只有到43.6% 整体看起来是蛮惊人的 这个NAS真的是可以hold住 同时四个Io同时在传输位 那我也提到了 刚刚上面这种测试方式 它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那个3000多米 你就当参考就好了 而在实际传档案方面 我让两个Sunderbolt和一台Tanky 三台装置 同时拿Finalcard的这个档案 写入NAS 同样的因为无法像iPerf 那样设定一个完美的时间内 所以这个测试可能会失准 但是我们会往保守的那边去计算 但实际上这三台电脑 传输的时间差异不大 最慢的也就在第50秒完成传输 保守一点来说 这代表这台NAS在50秒内 就处理完了145GB的资料写入 相当于2955Mbps 真的是很猛 我个人会选择用RAID 0来做事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也会选择RAID 5 优缺点大家自己取舍 那这边我测试了 将四条SSD作为RAID 5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看 跟RAID 0的相同测试条件下的数据对比 除了典型的读取比较慢 剩下写入其实看不太出什么差异 那我个人检讨这个测试流程 我下次应该要测实际的档案读取 会更完善 我也测试了一下机器内部的传输速度 我将一条SSD作为System 剩下四条 两条一组作为RAID 0的Volume 开出两个 那理论上这样两条RAID 0 可以做到PCIe Gen3白负4GB的频宽 那么再加上OPIO也是4GB嘛 所以我会期待可以看到 3000Mbps左右的传输速度 但是实际通过网页操作 将档案复制到另外一个Volume 测得的秒数是以File Station的Task的显示为准来换算 复制专案档的速度大概是500Mbps左右 传输素材的速度大概是1000Mbps Final Cut Pro X的档案特性 会让传输的档案变慢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CPU的占用率最高不超过15% 不过距离整体我理想中 可以到3000Mbps来说 还是有不小差距 那么我也很好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单条SSD它的Volume速度 到底可以到多少 实测居然是比两条RAID 0还要好 所以如果说Final Cut Pro X 专案档是因为它的特性 所以容易有波动 我们先忽略好了 但是以大档为主的这一包素材 表现提升60% 它可能不见得真的有问题 但如果你想要两条组一个Volume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再多测试看看再决定 最后这组的测试不太完整 这有测出软体 没有实测档案传输 但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如果是单条SSD的情况下 用Thunderbolt对单叠读写 速度是可以达到1500Mbps以上的 与两条四条的表现差不多 有发挥出PCIe Gen3 by 2的速度 那么看完了实际的效能测试 我讲一下平常使用的感受 我承认我对噪音是比较在意的 那加上Apple现在不管是MacBook Air 是做Finish 还是MacStudio那种安静到不行 又有超强效能 我觉得我真的是进一步被惯怀了 容忍度比以前还要更低 所以我想吐槽一下 官方的情境图是将这台NAS 放在桌上使用 个人是觉得这个想象过于美好 实际即便是静音模式 没有狂暴起飞的时候 放在桌上我也是受不了的 效能强势必当然是有这些代价 而且它做小了机身 你就不可能选很大的风扇 那要增加散热 那就只能拉高转速 噪音就上来了 不过我也强调 平常它也不会起飞 我觉得大多数人 是可以接受它平时的声音 除非是像上面那种很极限的测速 4度IO一起总进攻 长时间一直对它毒血操踏 不然按照预设的风扇调校 平常也不会起飞 那针对我个人耳朵过于敏感这一点 我计划是放在桌子底下 原本放NAS的那个小空间 可以让我尽量远离这些风扇的声音 那当然这个距离在好几年前 我就规划好了 就已经考虑到当时Sunderbolt的极限 两公尺 这也是目前业界主流最长的距离 当然我知道Sunderbolt线还可以做更长 但是除了Apple那一条 Sunderbolt 4 Poor Cable 三公尺的要将近5000块 一般最长我们就买到像Noda这种两公尺的 就蛮好用的 使用的形态上面 我是蛮希望QNAP可以出个底座 让我可以把它立起来节省空间 我觉得如果你打算放在桌上使用 应该也会蛮认同我这个想法的 毕竟我们桌面上都是寸土寸金嘛 总结来说TBS H574TX 真的是效能很强的NAS 虽然5倍看起来很少 但上面也解释到 所有可能性和考量的 虽然是个必然的选择 而价格上我也很难客观评价 它是贵还是便宜 有时候真的看你的立场 那你要问我主观的话 我的确是认为比我预期的还要贵 但是它的技能数点得很偏 它不是传统NAS会做的那种平衡 就很难说服别人拿来跟 5倍6倍4-5万的NAS来做比较 因为它的使用手中还应用场景 偏向第一线工作储存备份 有点像NAS的感觉 但是这些又都是传统NAS做不到的 而这样的CPU和IO规格 很多十几万的机架电脑也不见得有 体积又做得超小 当然也牺牲掉了维修还有升级性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都太难评价它便宜还是贵 只能说加上SSD以后 你就像相机要加镜头 也要个小十万的 那如果经常在用 又是必要设备 你根本没办法说它贵 因为你就是用得到 它就是单价高 那我建议大家最主要还是认清自己的需求 确认自己的工作流 是不是像我一样 或是你是一些小型中型的工作室 或者是影音需求的DIT 有多台Thunderbolt装置 有好几台Tinky的电脑和10G Switch 对应到TBS H574TX 那就根本是绝配了 所有规格都能发挥到急速 能发挥它所有的价值 以上就是这一期 对QNAP TBS H574TX的评测和介绍 要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